大家好, 今次最后讲三次, 雅各书的结束是如何结束的 停了一个礼拜, 我讲完这三次, 这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都放出来 但应该2021年就可以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看经文, 我们讲到这个结语第四次, 结语要用六次来讲 这个结语, 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三节开始 你听我读, 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 因为它有一个主题 他说,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 它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 它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即呢, 它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它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它, 为它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它起来, 它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面, 所以,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以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圣情的人, 它恨切, 祷告, 求不要下雨, 宇宙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这个第十八节,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 土产。 这段很丰富的, 我很简单说, 十三至到第十八节, 你看经文, 其实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 祷告。 在这里呢, 就成为一个, 亚国书的, 结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亚国书的那个结语呢, 由五章七节, 至十一节那里起来算, 就是说忍耐。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敬虔, 讨论完之后, 其实那个忍耐的品格呢, 就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回应回雅国书, 第一章讲那个忍耐的。 跟着呢, 上次他讲第十二节, 很特别的, 讲不可起誓, 背后呢, 就是讲一个, 真诚, 诚实, 就是说话老好实实, 这个是这样的品格。 好了, 那这个十三节至18节, 今天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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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其实呢, 亦都是讲回雅国书第一章的, 回应回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章, 第一至到第四节, 讲忍耐亚当成功,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毫无缺欠。 接着第五节说你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似众人的不清扎人的神 主要是必赐给他,要用信心求,那就是说祈祷 所以,十三节到最后结语,十三到十八节,就回应这个祈祷 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你有信心的祈祷,就是设定了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你要这样的品格,这样的practice,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去祈祷 前面就夹着忍耐,后面又说忍受试探,这两样东西交织住 所以你看到第五章最后最主要就是忍耐一大段 然后就是祷告一大段,这个很清楚 前面说忍耐和一种真诚,牙齿当今世的品格 是一种灵命成熟的表现 而去到十三节,其实你发觉他说的祈祷 就不只是个人的信心 就是一章就是个人的信心 那当然,你看回经文 但你会看到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 他那个祈祷,不单只是个人有信心的祈祷 他再强调,因为他用以利亚这个例子 他第十五节就说,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是吧?一种祈祷的信心 但是呢,你看到就是一开始,十三节开始 就是你有受苦的就应该祈祷 有喜乐的就应该歌颂 有病,应找教会的长老 教会长老为了没有祷告 那你发觉到原来他的祷告 是加了一个层面就是教会了 就是找教会的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 那我就不详细说,其实如果你看回提摩太前后书 提多书,长老,牧师,监督 其实都是同一个level 都是教会的一个最明显的熟灵带领的领袖 所以呢,你祈祷,是吧? 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祈祷 那中间有受苦的呢? 因为你怎样忍耐得前面 讲若白也是受苦的 就是在一个被罪恶的那种 试探引诱在里面的挑战 以及给第五章说的那些富有的人 那些压榨的挑战呢 其实是很经常会面对受苦的 那他除了叫你忍之外呢 其实他叫你去找教会 是吧? 你受苦的就该祷告 设定了一个tune就是你要祈祷 而你开心的呢? 又要歌颂 歌颂也是祈祷 赞美神 其实你也是一个祷告 所以他用另一个字 但是也是祷告 那有病的呢? 也是一种受苦的 或者是很软弱的,是吧? 我相信这些特别是指身体的病 身体的病 但其实熟灵的病也是 都可以隐身到 软弱的,是吧? 那你就可以找教会的长老来 那其实 这些方向就是 我们的祷告不是那么孤单 我们的信仰的行为 我们的信仰的信心 讨过的信心 亦都是align with 我们的教会群体 这个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 现在有一些信徒 有时候很可惜的 看到他们因为教会很多的问题 或者是教会领袖的问题 不信教会 那他就 这个时代也有很多 online 或者是不同形式 他觉得 我曾经探讨一个题目 就是说 可不可以 你自己在互联网世界 就可以搞得定 你的信仰 他没有了群体去支持他 他当然是怀疑的群体 这是很可惜的 但是其实 雅各地的结束 他不只是说一个 个人的灵命 个人的属灵的成熟 而是跟教会有一个 很切身的关系 甚至是 有一个方向就是 请你去找教会的 传道人 牧师 长老 这些熟灵的领袖 去帮你去祈祷 一起去祈祷 所以 有时很可惜 看到现在的状况 很多人对教会不信任 但其实教会应该 那些领袖 是一个熟灵的带领 而且是有一个 熟灵的权柄也好 或者一种的力量 可以参与在其中的 那种的吐告 那 要说一说 那个末游的问题 那末游的问题 有一些教派 或者天主教会 都会觉得那些末游的那种意识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这里有一个根源 在这个经文里面 那他们去 为一些人去末游 祈祷 特别是病的里面 是很biblical的 就是这样说的 不过呢 因为 尤其是天主教会 就是它发展到 有少少性物观 所以 那个末游的讨告 就 搞到那些 游 是好像 聖水 有少少是这样的 还有 这里是一个引导 说 你可以找教会的 长老理 但是 你 是不是必需要 他又不是这么说的 他只不过就是说 引导你 你有病 你祈祷 也有一个很好的option 就是 你和教会的群体 有一个连结 你找教会的领袖 来一起 为你祈祷 而这个末游的意识 或者这个末游的 祷告 那是 其实 根源 不是那些游 是 那些信心 所以他说 他奉主的名 用由末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就要救病人 和神主必 叫他起来 其实他的宿主 是那个信心 是那个 祷告人的信心 就是 我们所谓 属灵的领袖 照计他的祷告 他是懂得祷告的 因为他和神的交往 相处 他认为 他了解神更加多 在祈祷的中 他懂得如何 去为人祈祷 而这些信心 也是累积的 对吧 我们对神的信仰 信心就是信仰 那 你 怎样可以确定 神是听你的祈祷呢 其实是 你要和神有一个关系 你知道他 什么情况会听 什么情况不听 在这样的情况 你认识神 你和他 去ask for 一些东西 或者为人去祈祷 就是等于我们 懂得那个人的心 我们知道他的性格 那我们 有人说 你帮我问一下他 可不可以帮我手 我懂得那个人的心 由我出头和他谈 我对他的信心 对他的认识 以至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会有把握很多 可以邀请到那个人去帮你 但是你自己去和他谈 你又不太熟 你又不知他 心里面要什么 那就 就是 没有那么有效 我觉得是类似的 是吧 所以有时候 有一种 天主教有一种 圣品人的观念 或者 牧师传道 神父 就特别厉害 那 其实我们 就是某个程度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 鄧英姊妹 我们都是一个信徒 但是 你作为一个熟灵的领袖 你可以有一个熟灵的带领 和影响力 和一种 祈祷的力量 信心 这个应该是有的 就是如果你做领袖 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你不是认识神更加多 你不是很懂得和人祈祷 那 那怎么办 是吧 那你做什么领袖呢 所以 又是很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 是 就是对于领袖 有一种的失望 那 那 那 我想 就是我们如果再看下去 是会再讲多些 关于那个 祈祷 那个问题 因为他举到以利亚 那种的 就是祈祷 还有呢 就是说到 没有的 又犯了罪 又必蒙赦面 说到认罪 我下次讲一下 就是我不想太过长 希望大家捉到 哦 原来呢 那个祷告 那个结束 和那种信心的祷告 与教会的那个联系 和那个 熟灵的带领 一些领袖 教会的群体 就是在 雅各书 最后 去到这个群体 所以 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深思 就是 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祈祷 我们是 会不会想到 其实我们是 一个信仰的群体的连结 而有时候 我们 都是需要去 找一些 熟灵的长者 这样来到去 去 去求神 去 去胜过我们的软弱呢 或者在病里面 可以能够 面对到呢 这个也是很值得 我们的思想 就是我们如果是 数灵领袖 我们又有没有去做 这件事情呢 那么 我们下一次再 讲认罪 那些问题 好吗 下次见